从今年1月开始 台湾的义务义优原本的四个月恢复为一年 有岛内的退役军官表示 现在的年轻人爱好自由不喜欢被管束 再加上不愿意为台独而战 一期恢复一年后恐怕会出现逃兵潮 台一年至义务义于2024年1月1号正式上路 一年内预期征集近万名义务义士兵 首批义男约600人将于1月25号入伍 台军退役军官张延廷表示 现在的年轻人崇尚自由更不愿为台独而战 因此可能会出现逃兵潮 他不会为台独而战 现在年轻人崇尚自由 也要管制手机 又管制起居 又怕女朋友兵变 他就跑掉了 张延廷还表示 去年有4000多名支援义士兵提前离开军队 宁愿赔钱也要退伍 人数创近年新高 一是因为不知为何而战 二是民进党当局辱骂军人 令岛内年轻人失去入伍的意愿 民进党骂军人是米虫 到现在为什么没有道歉 那谁要过来当米虫 这三年的自愿意的招生非常凄惨 作战部队只有到六成到七成 根本没办法形成战力 由岛内网友嘲讽 民进党一边让年轻人投票给自己 一边却把年轻人送去战场 难道这就是民进党当局 送给年轻人的大礼 还有不少分析人士指出 若民进党连任 义无义服役时间 恐会在一年基础上再次延长 在美方压力下 台湾青年恐朝着终身备战方向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